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望梅止渴 三国时期的曹操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他足智多谋 非常善于带兵打仗 有一年夏天 曹操率领人马去出征 当时天气非常炎热 将士们连日长途跋涉都十分疲劳 加上带的水也早已喝完 大家都口干舌燥 简直是熬不下去了 将士们都没精打采的 行军速度自然也就慢下来了 曹操见了 心中十分着急 急忙派士兵到附近去找水 可是 这附近因为干旱 池塘河流都早已干涸了 哪里还找得到一滴水呀 那些去找水的士兵们都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曹操这下更着急了 心想 这样下去 队伍士气低落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啊 想到这里 曹操忽然有了办法 他在马上用手往前一指 大声说 前面不远有一片梅树林 树上长满了新鲜的梅子 那梅子可是又酸又甜 好解渴啊 将士们一听 都信以为真 身上顿时来了劲 口里酸溜溜的 口水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口渴的感觉一扫而光 行军的速度马上也快了许多 部队很快走出了这片地区 来到了一个有水源的地方 我们下个月的路段 让我们下个月的路段 让我们下个月的路段 在上 我们下个月的路段 将来到达目的路段 让我们下个月的路段 用刀